祝福了我們傳扶中心 雖然我們傳扶中心是個小的教會 但是我們是很多人的榜樣 也許你不相信 但是我告訴你這是我所見到的 今天我們將會講到總統的18大選 請你允許我大膽的跟你分享 也希望不會冒犯到任何人 我們客觀一點去看 不要用情感的去面對這個事情 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我們是神的百姓 第二就是我們是美國人 第三才是黨派 我們是神的孩子 我們永久性的住址是在天上 第二點我們是美國人 你是美國人嗎 我曾經一直在想我是台灣人 我有兩本護照 如果這片土地發生什麼事我就飛回台灣 但是近十年來我真的是發現說我是美國人 我們很多人會飛到像會去波士頓或者是廢城 我們會為這片土地禱告來親吻這片土地 當我小時候我每一次看到有任何電影裡面他們有升美國國旗的時候我會哭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心裡發 這個國家美國發熱情 我就說我有一天會去到這個國家 然後我來到美國之後回台灣跟我爸爸說話跟他介紹美國 他就很生氣說你已經是美國人了嗎 但是真的美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國家 但我已經從1969年來美 然後就看美國一直走下坡 美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神祝福這個國家 但是美國成為一個很富有的但也變成一個很驕傲的國家他們就忘記神了 因為這個宗教的自由那些美國的先祖們他們來到這片土地 他們宣告說一個國家在神的統治一下 那美國所有的錢幣上面都會印著說在神裡面我們相信 這已經講了一切了 美國是唯一一個國家是在內國之上的 這是神給以色列的心意 除了大衛王的時候以色列也沒有做到這一點 除了大衛王的時候以色列也沒有做到這一點 但是美國已經成為列國之上的國家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相信神 因為美國相信神 他們說在神裡面我們信靠 這是很美好的 那我有三點要分享 第一是神的話語 然後關於美國 然後關於這個選舉 所以我最近在讀不同的書 我最近在讀不同的書 一個人幫助我很多的一個故事就是 一個人就是Bernard Lee的一個在文革華的一個牧師 他跟我講過一個事情,我覺得對我有很大的幫助的,是在《生命記》的十七章 這跟我們選舉有關係的,這跟我們選舉有關係的 Let's turn to verse 14 until 20 十四到二十節 Can you read English first? So Deuteronomy chapter 17 verse 14 to 20 When you enter the land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and have taken possession of it, and settled in it, and you say, Let us set a king over us like all the nations around us. Be sure to appoint over you a king the Lord your God chose. He must be from among your fellow Israelites. Do not place a foreigner over you, one who is not an Israelite. The king, moreover, must not acquire great numbers of horses for himself or make the people return to Egypt to get more of them. For the Lord has told you, you are not to go back that way again. He must not take many wives or his heart will be led astray. He must not accumulate large amounts of silver and gold. When he takes the throne of his kingdom, he is to write for himself on the scroll or copy of this law, taken from that of the Levitical priests. It is to be with him, and he is to read it all the days of his life, so that he may learn to revere the Lord his God and follow carefully all the words of his law and these decrees, and not consider himself better than his fellow Israelites, and turn from the law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then he and his descendants will reign a long time over his kingdom in Israel. This also applies to us because we are all kings. We are royal priesthood. Royal means kingly priesthood. Shall we read in Chinese? Shall we read in Chinese? hold on sincerely. Let's read in Chinese Eliam. Dear e-mail, And the many follow-up you are all kings and I lead the law to free. Что of you will be queen but for�로 then? If you change the range. That you can all who call themselves withsea or sea. Zahl of wise in Spanish even on the land of love. And he goes back for mother to me. As.. He will love to kill you by Jo-lity. And mulling with the city. 律师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操入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评称颂读 好学习敬畏尼尔华 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 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诫命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 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中 年日长久 其实你从这里头 do you see what the quality of a king is 从这里头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王他的一些品格 要是怎样子的 对吗 那君王的品格到底是什么 十五节有说 神说监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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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律法 你不爱他的话 难道你就不是外邦人吗 18-19 他要做什么 他要自己抄一抄法 他要自己抄一本律法书 第十九节说 他生平都要来诵读 那在十七十六节这边有一些警告 十六节他这里讲到说他不能拥有什么 很多马匹 这就代表我们的能力 十七节讲到什么 不能有太多的嫔妃 还有十七节讲到什么 能够多几经营 我的属灵爸爸赵牧师说有三个G 你要小心 一个是荣耀 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G打斗的 第二个是女生 第三个是金 三个G要小心 他说主啊如果我失败 在这三个G里面 在我失败之前请你接我回千家 这个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军军的几师 那个军王要做什么 你记不记得在三摩尔镜上那边写到 当以色列人要选个人当王的时候 三摩尔不开心 那我要问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神允许以色列人要立个王呢 不是吗 但是十五节这里说 你总要坚持一个人为王 还有一个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那边 神答应了应许了亚伯拉罕 他把亚伯拉罕的名字从单位改成 多位数 他也把沙拉的名字改成沙拉 也是从单位数改成多位数 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那边 然后神给你一个儿子 我会从沙拉给你一个儿子 我会祝福沙拉因为她要成为万国之母 猎王要从他出来 所以从起初 神已经安排要有王 所以要有王这件事情呢 也是神的心意 这不是错的 但是神要他的王把他的美善 不单单是带到他的百姓当中 而是带到列国 但是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只要一个王 能够带着他们征战就好 他们要一个他们能看得见的王 他们就拒绝了神 那我再问你们 王到底要做什么 三件事 你要保卫你的国家 不难外敌侵入 第二点呢 在国家以内 你要给你自己的百姓 带来平安 安全感 有规定有法律 第三点就是 这个王要带着他的百姓 来跟神有关系 所以在旧世代古代的这些传统里面 他们很多王都成为了一个祭师 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在古代中国 那个王要祭天 他们祭天 那个天就是神 在古代中国呢 他们也没有偶像 只是祭天 就是天 就是神 但是很不幸的是 就是历史历代很多人就没有按照这个来做 很多领袖因为这三个G 荣耀金钱的女人就跌倒了 很多王没有做好 然后就让外敌入侵 然后其他国家的人就成为他们的王 那我首先想把这个事情 就讲到 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首先你有读圣经吗 你有让圣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吗 你有没有感觉你自己是超越其他的弟兄姐妹的 第二十节里面讲到说 如果你按着神的话语去做的话 你就不会心高气啊 不会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高 所以我会鼓励我自己说我要来爱神的话语 然后就不会远离的神 对神而言我是个外邦人 首先这是第一点这是神的话语 那我接下来要讲关于美国 in the beginning I already mentioned that United States is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s 那我刚刚讲到说 就刚开始的时候说 美国就是列国的头 you know in the whole world only America openly acknowledge God 你知道吗 全球来讲 只有美国公开的来承认神 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在两百多年一直在祝福美国 那些美国的开国的那些父老们 他们就是真的是相信圣经的 so the constitution is based on God's word 美国的宪法是按着神的话语来立的 but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even though we honor the true God 耶和华 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虽然我们敬畏这个耶和华神 但是宪法却允许在这片土地有个宗教之有 这是不是很美好 这就是这个国家所伟大的地方 在很多其他国家 你不允许你去敬拜任何其他的神 我去苏联跟一个北韩的一个人分享福音 我跟他分享福音 他就这样子对着我笔话 他要跟我说 如果其他人发现我是基督徒的话 我相信耶稣的话 我就会这样 不单单是我自己要被杀头 就会黏住九竹 那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伟大 他是不怕这些假神的 所以我很敬仰我的主 所以如果你是神真实的孩子 你也可以对任何其他宗教的人 也是对他们有爱心的 不要太紧张 我爱这个国家 这个伟大的国家叫美国 我虽然是中国人 但是我很骄傲的是个美国人 那美国的宪法是美国有三个政府里面有三个三权 就是一个是立法的 Legislative 一个是执法 一个是执法的 行政的 就是执法的是他们要执法的 立法的他们说立定那些法律的 那他们是藉由圣经来立这些法律的 那司法呢 他们是有地方的法院 高等法院 那你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是有最高法院的 那神就是在耶路撒冷的 最高的祭司 那还有就是 这个 就是执法 行政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王 那他来就是管理做这些决定 那这个三权呢 在很多国家他们都有应用的 但是不在那个共产国家里面 那在中国人的古代的时候 他们的法律不是按着神的话语来立的 而是按着能的想法去 古代的欧洲也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些电影 一个坏王就说 把他拉出去砍掉 我说 怎么会这样 就是头把他砍下来 You know in China You heard of 明朝 明 dynasty 万历皇帝 The emperor of 万历 So in Ming dynasty China There's an emperor called 万历 I went to the tomb there And oh Terrible I was scared 明代的这个万历皇帝呢 我去过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他的 木碑 木那里 他的木那里 And they have the gold cups and all the utensils that he drank wine and so forth and lot of them 那那个 他的木里面 有很多 他使用的 金座的碑啊 就他用的很多 有很多 And history said He only lived about up to like 30 some years old 那他历史上说 他只活到三十几岁 But more than one third One thousand people got killed When he drank He said Off with the head And then they killed More than one thousand 他统治的时候 超过一千个人 被杀头 因为他就喝一喝酒 就说这个人可以看头 I'm so glad I didn't live on in that I didn't live 我真的很庆幸 我没有活在那种 那种 那种 现在我要接下来讲 关于这个选举 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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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川普的印象是非常 没有任何就是正面的 他就是很骄傲的一个很大声讲话的一个人 我对他是有一些批评审判的话语 我还跟我对面的邻居说 你们这个共和党怎么会选出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呢 I really didn't like him 我非常不喜欢他那个时候 But I look at Hillary I say she's worse 那我看了看喜来的理由 我就说 他更懒 I don't trust her 我也不相信他 And I thought about giving up I said OK I don't go and vote 我就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最近年就不选了 我不去选军 And Yin Ying was very nervous You know how to vote Yin Ying那个时候很紧张 告诉我说 你要去选啊 So finally I said Of course I said I need voting is my responsibility I still have to vote 那我当然说 因为去选 是我的一个责任 我要去选一个 So I just vote the less evil 我就选了一个 不是那么坏的 没那么坏的 恶的那一位 I never liked Donald Trump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Trump But believe or not Now I really love him 但是你相信吗 我现在非常爱他 Every time when I watch Facebook And when he flew here and there And people are greeting And so I always said I love you Mr. President 我在脸书上 每次看见他 就是行程飞那飞这儿的 我都会在下面留言说 总统先生我爱你 And I really love him 我真的爱他 If I could see him I will hug him 如果我能见到他 我会跟他一个大拥抱 And I will kiss him 亲吻他 He is lovable 他是可爱的 Even though he is loud And I'll open 就算他非常的 就是骄傲 然后很大声 And his personality Does have a lot of problems And a lot of flaws 当然他的性格方面 是很多 就是不是完美的 But I still love him 但是我还是爱他 You know he So during that time 那个时候我就看这些候选人 那这个人呢 他讲出他自己的心声 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人 讲话的时候就讲得很直接 但是其他的政治的这些人物 他们会讲一些你爱听的话语 就是大众都喜欢的这些选择 但是川普他会从他自己的心声里面发话 他真的爱美国这个国家 And he addressed real issues 他会去说一些真实的现在的问题 And I believe he will lead America To a good, better destiny 我真的相信他会带领美国 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目的地 So I chose the less evil Actually I chose correctly So I 4年前选了一个不是最恶的那一个 And I feel good about voting him And I feel good about voting him And it didn't make any difference in New Jersey And you know these four years Into the presidential role We can see that he has accomplished so much He promised 那这四年来他做总统 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做了很多 他自己之前答应的事情 The economy much improved 美国的经济真的是有变好 He built the border walls He moved the embassy to Jerusalem He moved the embassy to Jerusalem He talked to North Korea He even helped He even helped Jew Israel Israel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ighbor Nations He even helped This person is bold And he is loud And arrogant But he has leadership quality 他虽然是个很大声 很骄傲的一个人 但是他有这个做领袖的这些 平革 I admire him a lot I admire him a lot I admire him a lot And most And on top of this I am surprised That he often Openly acknowledged God 还有一点就是我很惊讶的是 他很经常 就是公开的来 见证有神 就最近来说 他就有人跟他说 你是最 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人 他说不是我 耶稣才是 你知道他这么说的时候 真的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经常讲说 我爱你 你可以想象一个总统这样子说 我爱你吗 就是对个人或一个团体来讲 而且你也知道说 他所讲的就是他所真实的想象 他会让自己跟一些很多基督徒的领袖们在一起 现在的副主统 还有白宫的经文的发言人 这个女士很棒 我也很喜欢她 她讲话的方式很棒 就有人跟她说呢 她回答说 我可以跟你解释 但是我不能帮你相信 这个女士很有智慧 在她的信仰里面很强大 那最近我就为她祷告 我最近你们都有听到我这样子祷告说 那她不单单是做一个总统 那她也作为一个父亲 给她一个为父的心 他不是完美的我知道 我个人也不是完美的 我不是不敢成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 人们会挖出很多我个人的亲人的朋友的信息出来 会很麻烦 那在历史上来讲 很多以前的领袖 好的领袖 后人他们去挖他们的信息 然后他们也发现说 他们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之前呢 许师母的一个朋友就打电话问她说 你们为什么要支持川普 她有这些那些的问题 我跟许师母说 你来这样子回答她 我们现在在选一个总统 不是在选一个牧师 她说这对很好的答案 但是我告诉你 就算是牧师也不是完美的 大魏王本身都不是完美的 如果王杰伯想要去习牧师的工作 如果大魏王要来我们教会来 就是聘请做牧师的话 我们会看他的一些历史 就说你没有资格 你知道在选举的季节里面 我们会查很多的一些问题所在 那你跟我都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些是什么 是不可改变不可动摇的 我们要跟天国对齐 要跟神的话语对齐 那我们首先是天国的子民 然后是美国人 然后才是关于我们的党派 有几件事情是必须的 有其他的事情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 包括关于移民 美国的经济 就是买卖 或者是大环境的改变 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些 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第一点 生命的宝贵 就是生命是一 一受命就是有生命了 我带了一个东西来 这是一个十周大的胎的脚 这是他的那个大小跟他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模一样 十周大 你可以说三个月六个月过后 就可以把孩子剁掉吗 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胎儿 他只是个胎 而不是个人 这个你可以待会来看一看 这是他的就是 一比一的一个 就是他的那个大小 一个人送给我的 好像是赵牧师太太送给我的 就是生命的这个 宝贵 生命的宝贵 婚姻的神圣 就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婚姻 这个改不了 这是能的规定 第三点 就是要有保留宗教自由 我们作为神的孩子 我们要在这沙地上画一条线 我们必须保护这些不可改变的 这不是关于两个候选人或者是两个党派 这个选举是关于两个国度 还有两个 原则 两个原则 再说一遍 生命的宝贵 婚姻的神圣 还有宗教的自由 如果没有这三样的话 美国不再是美国 美国在神眼中就不再是最强大的 因为之后神就会把祂的祝福远离这个国家 腐败跟朽坏就会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的子孙 我们的孩子的孩子 他们会有一天会来 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胆子 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去保护这些 现在在美国很高的邪恶在美国在发生 这两个国度 一个黑暗的国度 一个光明的国度 这个征战是很强大的 教会必须祷告跟去投票 不要再沉睡 从今日开始我们不能再睡觉 我祷告说我们的年轻人可以把强大 然后在七座山里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要再说神啊如果你要这个事情发生 你就让这个事情发生这样子的 我们需要去分辨 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对跟错 不是左右的在分别 而是对和错的在分别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我不需要重复 真的很清楚了 这两个候选人他们的这些 他们的这些立场已经很分明了 美国在此时时刻是非常危机的 在危机里面 我们站在一个山崖的边边 你可以掉下去或者是后退 现在这个时刻非常重要 如果你认识神你是国度的孩子 如果你真容神的话语 你不可以去选出任何一个候选人 他是支持谋杀小孩子 你不可以去选一个候选人 他是支持同性恋的 如果你选择 如果你选择 你支持的话 这个无辜人的血就会在你的手上 如果我们选择 民主的血就会在你的手上 抗过美国的血就会在你的手上 那么你的孩子和你的孩子的孩子 一天会在你负责的责任 共产 如果我们选择 那愿意呢 这个法克斯主义 这个共产主义允许在美国继续开始的话 那我们的后代 就会有一天会质责我们 说我们为什么没有 有这个胆子去做 去反对 那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愿意去选 我没有去选 但是你还是有这个责任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罪就是 没有去不去做的罪 你就逃不掉了 如果我们失去美国 那很多的国家都要被失去 但是你跟我就是神国的君臣的祭司 神的国借由你跟我降临 在天如在地 在地图在天 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这个胆子 站在破口 祷告去投票 这个沟里的污水要被清理 这个邪恶要被砍断 神的公义跟公平 要在这个美国我所爱的国家站立 你要被提醒 我们首先是神的孩子 然后才是美国人 再来才是你是某个党牌的一个人 神的真理在往前行 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 神仍然坐在宝座上 那你的选择是你要加入神呢 还是你要加入那些大众 你跟我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战的 所以我们要祷告要做神的心意 然后要做好了神的心意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活在这个很重要的凯若时刻 主你创造我们有个永恒的用意 有一天你要我们跟你同座宝座 但是现在在地上我们在演习 在练习 我祷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宝贝你说给我们的 来练习这个胆量 练习来认识你的话语 练习来认识你的心意 行走在当中 对你而言你是喜爱的 主要求你联名 这个你所爱的国家 这个国家跟你是有约的 我的盼望是主要 虽然我们是没有守约 但是你是守约的神 主要你要来帮助这个 在你话语里面所建立的国家 我们要回到你的里面 也邀请你回到这个国家 主要求你联名我们 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回来 来做按着你自己心意来做的事情 愿你的公义跟公平得胜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因为是你的孩子 是多么的骄傲 我们要活出你的生命 要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做出不一样的 我们要有影响力 不管我们多小 我们是很重要的那些小众 七个人可以改变 我相信我们有超过这些人 很多人在全世界都在为美国祷告 主我们欢迎你 来介入 选择你所公义的这个人 帮助我们 也为未来的很多年来帮助我们 在耶稣的名字 我们会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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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